今日《茶经》主题是 《末日的审会是否按照行为或信心得救本乎,因值得信》 到底行为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经文 《临后五章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这个经文说到我们会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我们会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我们会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就是我们所做的或善或恶受报 首先我们讲一讲,有些人认为基督台和白色大审判台是不同的 但我们看《圣经》就发觉其实讲的行为是一样的 在启示录里讲到这个白色大宝座,就是讲到有生命财 生命财是被基督徒的,和那些不信的人出现 所以说到都是信和不信的审判 而在这里也讲到按照本身所行或善或恶 就是那些听神的话和不听神的话 这个善,圣经说的是遵从圣经的吩咐的人 所以基督台前基本上和审判台前是一样的 另外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一章 那里讲到第七号的时候,就是讲到 十一章,那里讲到神的众仆人先知和众圣徒 他们在这个时候得赏赐的时候盗了 还有那些败坏这个世界的人将会败坏的时候 也讲到信和不信 在马太二十四章,讲到耶稣回来本日的先兆 讲到有仆人,恶仆和善仆 恶仆就是没有预备好打他们的仆人 善仆就是做好准备的,他们就会被审判了 但那些善仆就会被赏赐,所以又是善和我一起审判 马太二十五章,三个比喻 这个十童女,还有这个按财干受审判 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的,还有绵羊山羊 有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的,这些全部都是 将信和不信分开的,所以见到审判经文 各个经文都讲到信和不信在一起 所以根本审,基督台前不是另一样东西 也都是跟基督的审判台前,神的审判台前一样 所以有些人会用一些字眼来分开 那样东西跟另一样东西不同 其实这是没有圣经的根据 所以我们就尽量用圣经来解释 就不要听有些人说,他说是什么就什么 那我自己也是有这个习惯的 凡是我听到一个神学观念 我就一定会去查考 我很多时候又够到身边一边看一边找 现在有很方便,以前我未曾有这些电脑圣经工具 我是用圣经类篇,一本书来的 它会列出一些经文 有时我真的不断揭圣经去找 这都是我用了很长时间的研究 我都希望大家有这个心态 不要说别人说什么就不信什么 因为我们要相信圣经所说的 好了,约翰五章二十九至六 《圣经所说的经文》在基督台前显露 按着本身所行 所以说到审判的时候是按行为 这个很大的冲突 很多人说我们是信耶稣得救 为什么会在审判的时候说行为呢? 因为审判的时候判断我们是否真信耶稣 就是用行为来证明 但永远不是靠行得救 是完全信耶稣得救的 所以在我们法国审判的经文 是没有一处经文 神说因为你信所以你上天堂 是没有一处这样的经文的 所有关于信耶稣得救的经文 都是说到我们如何得救 但是说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 都不仅是信心 所以有一个报道方法 他就会说你去到天堂 天线会问你为什么我让你进天堂 他的答案就是我信耶稣 所以我上了天堂 但如果你根据审判经文 并不仅是说我信耶稣的 信耶稣是那个基础 一定我和神有这个关系 但信耶稣之后会有的改变 就证明他信心 所以如果根据圣经 这些经文全部都说到 他是他的行为证明 但也当然神有他的信心 他的信心是真的 他就自然有这些行为流露出来 这个行为就证明他是得救的 而约翰5章29节耶稣的说话 行善的复活得生 他所说的行善不是普通的行善 而是遵从神的吩咐 爱神爱人 他就复活得到生命 作恶的复活定罪 也将得救和不得救的人一起说 也都是凭他们的行为 就不只是凭信心 但当然神一定看到有没有信心 另一个角度说 除了信心会有果子 信心有行为的果子 行为就证明他信心 另一个角度说 有信心 圣灵就住在心中 圣灵就感动他 他听话 他字不会结果子 他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 和他对人的祝福 对人的祝福就是侍奉的果子 接着临前三章八节开始 这里就讲到一个是赏赐的方面 因为都是讲到在基督的根基上面 又讲到有灾众和僥伴 这里就讲到灾众就是杀众 传呼音 僥伴就是将神的道教导他们 将他们培养 将他们帮助他们 更加爱主 遵从主 侍奉主 也都是以忽所书第四章 他所赐的有仕徒有先知 有传呼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是为了承传圣征各尽其职 即是传道人的职责 是训练基督徒 让基督徒过去侍奉 因为审判的时候 神不是问你 你教会有没有侍奉 你牧师有没有侍奉 他是问你有没有侍奉 所以牧师的职责 一定是训练基督徒 等每个基督徒都侍奉 如果牧师只是侍奉 那些基督徒都只能听 那些基督徒都没有做完 他应该做的事 因为那些基督徒是需要交涨的 即是说我们将来灾众和宵判 到底这个是否只是传道人做呢 后面所讲的 讲到上次是否只是传道人有呢 经文是讲到各人 各人不同的人 所有的人 所以这里讲到 基督徒个个都应该 和大事命有关 也将侍奉的范围收窄了 事奉就是灾众和宵判为主 我不是说其他不是事奉 其他事奉应该全部是 和灾众和宵判有关 就是有关 譬如我做欢迎的 欢迎和全福音 和建立什么关系呢 你欢迎的时候 关心他了 他有什么需要 你帮助他 那就是宵判了 有新人来 你就向他传福音了 这个就是 你做什么事奉的时候 不仅仅做一件事 因为圣经讲到最重要的事奉 就是传福音和建立灵命 所以这里也讲到 特别是讲到 灾众和修夸这两样行为 将他突显出来的 都是一样的 即是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不要紧 总之你忠心就可以了 你做什么工作 神都会祝福你 也提醒了 如果我们做教会某一样工作 我们都会想这件事 可以怎样帮助人讯耶稣 和灵灵成长 做什么都会将这件事相连 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照字 按照 根据 根据他的功夫 而功夫的字 在希腊文你可以查 G2873 那你谁找这个字出来 你上网找Interlinear Bible E-I-N-T-E-R L-I-N-E-A-R 就是英文和希腊文对照的 你会看到G 它没有G字 就是2373 273 不知道有没有G字 那里好像没有 273 新的就是G 旧的就是H 就是Hebrew 你看到273 你看到273 你就上网查 G273 有Greek 它就会把你的意思 给你看到 就是你的労苦和工作 它有工作的意思 也有辛苦的部分 就是你为神而付出的代价 労力 神会照着你为耶稣所做 很明显说到你为耶稣所做 付出的龙虎 你就得自己的赏赐 赏赐不只是在你的信心 而是你为主而做 接着用什么材料 要用金文保释 寵物和佳在这个根基上做 普通我们都会想到金文保释 当然是宝贵 寵物和佳就是悲哲的东西 并且陷友说到用火试验 就是说 寵物和佳一试就消了 但是很重要的是 在第13节尾那里 这火要试验 工程是怎样 你的工程是怎样 你用什么材料 即是说 在神国里面的材料 就是你的生命 即是说你的心态 比如你是想爱人 想祝福人 想救人 是无私的 是有献上生命的 这就是金文保释 未必在乎我们做多少 不过圣经有说一句话 多吸谁就向谁多耀 神给你很多恩赐 如果这个人很多恩赐 神想他用的 他又不用 又向谁多耀 所以我们越是有恩赐 我们越是有恩赐 就越更加发挥 有些人 主要我恩赐不多 就不用做那么多了 但我们应该羡慕 因为神的赏赐一定是最大 到底是否要最大 侍奉那些才有大赏赐呢 我们就用其他经文去支持 为什么我会这样用经文去支持呢 因为我们的识经 是应该全本圣经解释 我会把那些经文串联 大家都留意 我用什么经文串联 就是马太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节 那一条经文说什么呢 他说你接待先知 便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接待二人便必得二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 因为梅徒的名字 放在一杯凉水 吸着一小子里的一个渴 我实在告诉你 这些人不留意赏赐 这个经文是梅打的问题 就是说 有个先知 你又不是先知 不过你做在先知身上 你就得他的赏赐 不是先知 当然做得不多 先知做得多些 他做得不多 他也得到先知的赏赐 好了 你找不到先知 要找到二人 一个很听神话的人 你做到他身上 你就得到他的赏赐 好了 你连二人都找不到 就找到一个小子 耶稣的小子 你将一杯凉水 给他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在神的国度来说 不是在乎你的事逢有多大 当然我们想追求更大 因为圣经有说了一句经文 多吸谁就向谁多要 我们都要将经文全部串联 如果我们得到的多 我们就尽量去做多了 你不要说我都很少恩赐 只要我们愿意 都可以更大发挥 因为神给我们的赏赐 神给我们的赏赐 不是一支圆筆 好像在学校得奖 不知道大家有试过 在学校得奖 以前没有的 现在没有的 现在不会用这些奖品 比一支圆筆 我们试过收过小礼物 神给的赏赐是很大的 金银宝石 从和街的经纪圣建造 它就会显露 工程会显露 你所做的会显露 有一天 我们所做的 如何显露 我们不知道 到底是一个 灰煌的一样东西 一个光辉的东西 然后试验人的工程 是如何 试验你的工程 是经得起考验 还是不经得起考验 是否可以火烧 一火烧了 即是出于骄傲 出于比较、竞争 出于自私的心 或者是一路侍奉 一路犯罪 那些就是烧了 这样的时候就会消失了 如果人在这个庚基上 所建造的工程 一个庚基的就是说到耶稣 基督就是一庚基 即是说 是因为耶稣而造的 如果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即是存留的 是有永恒的价值 但如果被消了 他就受亏损 即是没有了 但是自己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如果他所做的 不是出于真心 不是出于爱主的心 出于竞争 为了利益 为了不好的原因 那我们对比 马太七章 二十三节 那里说到 有人是 耶稣说 那些人说 我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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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耶稣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那些有什么分别呢 那些是跟耶稣没有关系 所以是 耶稣不认识的 没有关系 而这些是建造在耶稣身上 所以他仍然和耶稣有生命的关系 不过他所做的工作 就是说 大部分 绝大部分 是烧了的 这就是说 有人是紧紧得救 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的 好了 马太二十五章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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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主人就回来 和他们算账了 这些英文回来 就是 就是 我们做过的事 就要交出来 交账了 到时 就个个都要摊牌了 就像上高所说的 显露出来 这个显露 和这个算账的意思是一样的 要和你算账 计算了 那么 另五千 就带到另外五千 那主人 你交给我五千 我又赚了五千 那主人就说 好 这个就称赞他了 你就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是有良善又忠心 这两件事 一个是良善 就是生命 即生命是良善的 然后忠心就是工作 你忠心做 你应该做的事 又是良善又忠心 有些人 他侍奉 就是 都挺努力 不过是不良善的 容易发脾气 那些人一不听话 就发脾气 很多批判 令到教友不舒服 这其实都不是神喜悦的事 他是不是全部都没有了 我不说 我不会批判 这是神去批判 但我只是说 有危机 有危机 他所做的 因为他不是良善 神就不起源 这样的时候 他所做的 可能就会 没有了 或者他是不忠心 他本来 向多级 就向多要 本来应该是可以忠心 为主做更多 但他明明可以做得好 但他没有做好的时候 也是不忠心 这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看过很多次 但有一次我听圣经 我在家也经常听 我会听 为什么不多呢 为什么这个最多的 为什么不多呢 我就在想 我希望大家 一旦留意到 经文的字 立刻去想 为什么不多 为什么不是很多 我相信是这样 即使我们很多 其实在神的眼光 当你从早上到晚上 有多少是荣耀神的 这就是好行为 荣耀神的 无论你是微笑 你的喜乐 你的建立人 无论你是荣耀神的 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事 到底你从早到晚 有多少是弊异 烦恼 不开心 有多少是荣耀神 是爱主的 这个经文我看完 听完之后 我就反复思想很多次 神啊 虽然在神眼中 我们每个人都不多了 不过我希望多过以前 即是 我的心态就是 我希望多过以前 我不能说 我多过所有人 我不是一定要 和人比较 我只是说 主啊 你帮我更多 所以我通常 由早到晚 我尽量有机会 我就荣耀神 祝福人 事事参见神 就有更多的 会服侍主 也是神所喜悦的 即是一个微笑 一个关心 令人觉得舒服 已经是一个服侍来的 好了 接着说 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 这个很特别 我用的字 就是说天国是享受的 又即是说神是可以享受 因为天堂可以享受 因为神是可以享受 这个很不同的 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 你和他相处 你可以说我和他相处 是享受的 是不多的 但是神是可以享受 所以这个观念 我希望大家 放在心中 神是可以享受 天国可以享受 有些人这个到将来 但如果将来 神可以享受 今天也应该可以享受 所以我希望大家 经常有个心态 祈祷愿平安喜乐 这个就是享受 我现在可以享受神的存在 就不是只等到将来才能享受 然后那个无用的仆人 就叼在外面 黑暗里面 在那里必要哀哭设耻 这个肯定就不是天堂 有些人说 这个哀哭设耻是另一个地方 有天堂有地狱 还有一个中间的哀哭设耻的地方 但这个也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因为跟着第三个比喻 是说到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和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如果没有做那些 就进入永火 所以这个经文对比 他就说 因此是埋藏还是用 如果那些没有用的那些 就是跟下面一样 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所以这个哀哭设耻 就是说到地狱的 不是说到另一个地方 三十四节 王向右边说 蒙我父赐福 这些人是神所赐福祝福的 可以承受那为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第一个字眼就是承受 我想大家经常留意重点字眼 承受 即不是我们应该有 是拿的领受 不是我们靠行为 我们信心亲近神 但是我们信心亲近神 我会有行为 证明我们有信心 这样的人便可以拿 inherit 这个承受 即是承受产业的意思 不是我们赚回来 不是我们做得好行为 可以赚到的 赚不到的 我们根本做的不够好 圣经又说到 我们的乙都好像不洁净的衣服 是不够干净 我们祈祷都会担心的 我们帮人有时不耐烦 所以我们的好行为 并不是完美的 我们有不好 我们就求主赦免了 这样的时候 神就喜悦 神就喜悦 会承受 inherit 好像承受遗产 承受从创世以来 原来神在永恒 已经为我们预备 也就是一个很长迅的预备 是一个很长时间的预备 是我们在整个宇宙的计划 是有份的 是一早预备了 那我们真的感谢神 我们在神的永恒计划 是有份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只看到我自己 我做好我自己搞定我自己 而是在全世界 神要怎样祝福多少人 就是那些人能够 有这个眼光 我现在在做天国的事 我是在做神的事 我们就会fit in 神的角度 那越是fit in 越是进入到这个计划 我们的生命就会更高度 就是越是有这个眼光 所以神给我们这个心 将轻松得性送给任何的教育 也都用一个低的价钱 就会购买到 这个也是一个眼光 就是说我想在神的计划 fit in 有不同的事奉 我做的去列国都是义务的 我都是想fit in 神的计划 我们越是想进入神计划 我们就越能够发挥 好了 接着就是 因为我饿尿尿 给我吃 所以就做到 在耶稣身上 那些人说我没有 我没有做在你身上 第四十节 王就说 有些事奉猿记 做在我者弟兄身中 一个最少的身上 即是说 原来是属于耶稣的人 不只是做在任人身上 但如果我们做在任人身上 想他得救 都是神所喜悦的 神都会赏赐的 或者是为了传福音 我想个人得救 所以我会帮他 这些都是神所纪念所赏赐的 所以这要说到好行为 不只是走去起桥足路 而是建立基督徒 帮助基督徒 以及帮人说耶稣 然后 左边那些 就说 这些被咒座的人 他没有亲近神的时候 结果落在神的咒座里面 耶稣已经承受这个咒座 但这些人没有领受耶稣的恩典 他就进入神的咒座 就进入那位魔鬼和使者 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 就是说 本来地狱不是为他而设 而是为魔鬼而设 因为魔鬼是明知有神 他看见神 他看见神的荣耀 而他是计划去跟神斗过的 他计划把天使 引诱很多天使 一起跟神斗过 他是明知故犯 所以魔鬼是没有救恩的 神就为他预备永恒的永火 但当世人不信的时候 跌果就是他们进入这个永火 并不是神想他们去的 而是他们自己想去的 好了 现在接着我就会 后面那边帮我转 转去第一章 我先看看 为什么不动 好了 好 这里我们有图 在这里图的诗经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给大家看到 这本圣经可以写的 我有三种蓝色 红色、蓝色、绿色 红色是什么呢 好像耶稣的补血 代表恩典 神的祝福、神的帮助就是红色 蓝色是相反 就是懲罚、审判 这些是蓝色的 然后绿色就像树叶 就是成长的 基督徒应该做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一些key word 有些我会挖住它 有一个箭嘴 就是有一个前因 有一个后果 有时有一个等元 就是那样东西等元 有时有冒号 冒就是解释 就是两点的冒号 就是解释一样东西 这个就帮我们 由经文去拆解 我们现在就看一看这个经文 因为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佛台前 在基督佛台前 即是在神的台前 显露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要出现 在那时候我们要出现 目的是什么呢 叫各人按照 本身你自己做 不是你牧师做的 不是你丈夫太太做的 是你自己所做的 所行的 就是你做出来的 或善或恶手朴 就是你所做的 无论是善或者是恶的 来到 受到 报应 这里 行善和作恶都有报应 就是 圣经说到 这个 报应和佛教说是不同的 佛教说 你可以做一些好事 可以报仇 但是圣经说 是一定耶稣 射灭我们的罪 耶稣救我们 但是我们所做的好事 神一定会纪念 并且会永远 上字 所以这里是说到很清楚 受报这个字 大家在圣经里 记得 受报 是会受报的 好了 药 5章29节 行善的复活得生 行善的带来什么 后果呢 就是我们行善 遵从神的吩咐 圣经所说的 善是说到 爱神爱人 遵从神的吩咐 就会复活得生 就会复活的时候 就会有生命 有永生 作恶的呢 他们的后果就是 复活定罪 我们今次的主题 讲到什么呢 就是说 到底审判的时候 是不是行为 还是信心 我们都很强调 我们得救永是信心 信靠耶稣 是本乎因 我们没有一个人够好的 但是 曾信耶稣 一定会有改变 因为有信心 里面圣灵在里面 圣灵是不会 就这样住在那里 没有果效 圣灵一定会产生果效 他一定会更新人的生命 一定会提升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一定是 信靠耶稣得救 不过审判的经文 全部都是说行为 但因为我们看到圣经说 不是靠我们得救 所以我们知道 不是行为得救 但是行为就是显露出他的信心出来的 都是不懂得转的 智光 谢谢 智光 Savior 在这里 不懂得转的 是为什么会认得转的 是否固定了 由头开过 我们在等他的时候 我都说一说 其实马圣经很有帮助 是否会认得很清楚 马圣经是会帮我们更加留心去想 我今天查经 你都发觉 我会帮大家去思想每一个词 这个呢 是会帮我们的信仰很稳定的 有很多 很多人 他们看圣经 解经 都是就这样 辣过就算了 我们试试试详细解释 保罗说到在这个基督的根基上建造 而特别说到两种行为 就是灾众和挑战 就是传呼音 和建立他的灵命 即是都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的侍奉 最重要的 都应该和这两个有关 就是任何的侍奉 比如你唱诗班 不要只是唱 而是我们怎么荣耀神 帮助人的信仰和人的关系 或者行政 有些人做行政 但是行政呢 他就只是看着钱而已 行政应该想着 我怎样帮助这个教会 能够更大 祝福人的生命 建立他的生命 都是一样 无论你什么事 都一样 不要紧 你做就行了 但那个人要 修自己的功夫 就是照自己 功夫这个字 可以是G2873 可以是劳苦 或者是工作 你所做的 或者是你的辛苦 总之是你付出的努力 根据我们的努力 根据我们的功夫 就得到自己的赏赐 即是根据我们所做的 如果用金银导石 草莫荷街 就说到用什么质地 因为在下一节 又说到怎样 人的工程 各人工程 怎样 是怎样 所以这就是质素 所以这个金银导石 就是说到我们侍奉的质素 而圣经说到 耶稣说到他自己的时候 耶稣说到他自己的时候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不当负我 握行我的样式 就是他那种柔和谦卑 和爱人便敏人 这就是他的质素 这个是金银导石 就是草莫荷街 就是贪钱 或者利益 竞争 那我们就在根基上去建造 那带来什么后果呢 下一节 个人的工程 就会显露 就会显露出来 因为那日 只要将他表明出来 这两个字 再重复讲 那一集 你会显露 表明出来 这个 无耗什么意思呢 那日只要将他表明出来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日子是做什么 无耗就是explain 解释 这个日子 是说到世界末日 审判的时候 就将他表明出来 那这句说话 一起读 生命和行为的质素 被试验和表明 就是你是什么生命 你的工程怎么样 就会被试验 就是说 你祈祷的时候 你是一路信耶稣 为什么一路信 你什么时候给我 快点给我 我不行 那是怀疑的信息 有些人祈祷经常是怀疑和怀怨 神说你这么久都不给我 快点给我 这种祈祷 另外一种祈祷就是 神我知道你一早为我预备 我们未求以先 你已为我预备 你知道了 那时候呢 这个质素就是一个好的质素 所以我们都追求我们的生命 充满信心 相信神最好的 神一定最好的 所以我放心了 到时候火发现 那些火就要试验各人的工程 是怎么样 很重要 是什么质素 什么的生态 怎样的做法 不是你有多辉煌 是你的生命中 是怎样的生命 然后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药 存得住 那什么工程存得住呢 就是质素 就是有爱心的 有怜悯的 有关心的 有真心的 不是竞争的 他就要得上次 这个后面的后果 人的工程药被消虑 那什么工程被消虑呢 就是说那些是骄傲的 是竞争的 贪钱的 或者是出于肉体的 他是愤怒的 是伤害人的 这样的事物的时候 他就消虑了 他就受亏损 这个 谁受亏损呢 是个人 人受亏损 那怎么亏损呢 我不知道 他本身要受亏损 不只是他工程受亏损 是他人本身要受亏损 但是他得救 虽然得救 乃象和火力经过一样 那个象 就是一个模糊 就是他得救 他就好像是 形容他 好像是从火力经过一样 那么烧完 剩下 你想想 如果你在大火出来 全身都烧光了 就是衣服都烧光了 头发都烧光了 剩下 没什么剩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他所有的行为 是没有了的 对比马太七章二十三节 有什么分别呢 马太七章二十三节 有些人说 主下主下 我们奉利明传道奉利明 许多二能 但耶稣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因为那些人和耶稣没有关系 这些人是建造在根基上 所以是有关系 不过 他很多时候需要肉体去做 不是按照神的心意 不是按照神的方法 或者他做的跟大事没有关系 他只是着重唱歌的质素 只是觉得唱得好不好 整天都是放在那里 只是那些做出来的果效 不是看如何改变人 这里我们有三个图 这就是我们的工程 就是要用労苦的 又建造在盆石上 这个建造在沙土上 那些人就在那里 哎呀很惨了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很惨的 是什么都没有了 他就要受亏损了 好了 这个第三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 就是有五千二千一串两人子 过来许久 那些主人回来 和他们算账 这个字眼 我们需要向神交代我们的一生 我们需要交代今天 我们需要交代现在 那现在什么交代呢 你的心态 对于神的话语的心态 对于神的话语的回应 将来这些都会 全部要拿出来交代 就是每一件事 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意义 行为 和人相处 你和人相处的时候 闷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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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充满喜乐 关心人的 帮助人的 那些就会 传流了 神起业 不知道 带着 另外 带着 有一个key word 就是我们什么重点字 都留意 带着 有什么重点呢 就是说 是 会跟着我们的 很多人都说 我们的钱跟不到我们 我们所有的 都得不到 这个不是说世上的钱 就是我们怎么用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恩赐 都包括我们的财富 我们怎么用呢 那些果效就跟着我们了 我们就会带着 就是我们不只是空手见神 我们是带着一些东西去见神 是带着 另外赚的五千 我们为主做的 是会永存的 主啊 你交给我五千 请问我又赚了五千 我赚了回来的 就是我能够使用来祝福人的 主啊 好 这个清赞了 好 你有良善有忠心 他有生命 有良善的生命 亦都是忠心做他应该做的事 你作为不多的时常的忠心 这个是留意不多的 你想想在更多的时常的忠心 那我自己就很想到更多 那怎么这么多呢 就不一定由早做到晚 虽然我都很多时候由早做到晚 而是 尽量用一个 起立平安的 轻松的心态 不用紧张的 借上祝福人 想帮人 这样的心态 这样就更多了 有机会就祝福人 看到什么人就祝福人了 使用我们的恩赐 神会给我们的恩赐去发挥 恩赐没有问题 神一定会给 只要我们听话 就一定会给 我要把他多事 派你管理 那将来天堂还有什么管理呢 我不知道 不过 在天堂都是一样有管理的 就是圣经挂了 那你说 我上天堂都是想假假的 放假的 我不想再做事 我已经做够了 但是我身上在天堂做事是很享受的 就是很享受 你能够去 在天堂的时候管理 管理什么呢 管理花草 算我管理人 我觉得是人 不是管理 好了 这个大花园 这个小花园 你一座山 那是不是管理这些呢 我相信不是 而是管理神的国度 而有一群人是你管理的 祝福的 可能你带祂上天堂 帮助那群人 你就是管理那群人 那他又管理其他人 那我们 就是神交得我们做的 我们都是欢喜做 亦都是享受的 他说可以尽来享受 这个字很特别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不是将来才享受 如果天堂可以享受 就是天堂可以享受 就是神是可以享受的 如何享受神呢 你亲近神 多谢耶稣 哈利亚 你就要有平安喜乐 这个就是享受 那原来神是可以享受 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神 原来神是可以享受 神和祂的国是可以享受的 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但是这个慕容的部分 就是扔在外面 是扔的 就是神都不喜欢的 有些人说 他见到耶稣在地狱那里 耶稣哭 耶稣是不喜欢 扔了人到地狱 但是他是扔了到地狱的 有些人说 他一死的时候 是从一身跌到地狱 他是已经 所有世上 我们享受的空气 阳光 人都有一种平安 轻松 身体的舒服 在那里再无 水啊 食物啊 什么都没有了 腰在外面 黑暗的那里 就要哀哭切耻了 一直哀哭切耻 可能有第三个比喻 就是说到绵人山人的比喻 向右边说 你闻者无我父赐福 是神祝福你的 就可以承受 可以承受产业 创世以来为你预备的国 就是神一组很长远计划 很长远计划 就是为了每一个人 所以神的计划很好 我们就珍惜 我是重要 我是宝贵的 神一组已经预备了 我要珍惜我这个生命 因为我饿了 你要你给我吃 顶开给我喝 他们说 我什么时候在你身上 耶稣就说 你做在自己的做 是做的 有行动的 做在我者弟兄中 一个最少 最卑微的一个都不要紧 任何一个人 就算他多远 我们做在他身上 但是说到 我者弟兄 是耶稣的弟兄 就是属于耶稣的人 就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但是也都是 我们想传福音 想帮他 这些都是算的 都是神的 都是纪念的 就是说 我们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是大人信耶稣 都是神的 由这里说 最少的弟兄都重要 就是说 耶稣都计算 都纪念 每一个做在最少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耶稣身上 由王向左边说 你们受被咒座的人 他们被神咒座 因为他们离开了神 没有跟从神的时候 他被咒座 离开我 离开神 不可以再来到神那里 进入马为魔鬼 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 这些人就进入永火里面 是为魔鬼预备 不是为人预备的 我们今天看到经文 和大家可以想到 圣经其他所有经文 在圣经说到天国比喻 最出名的是马太十三章 还有马太二十五章 十三章说到杀种的比喻 又有弊子的比喻 都是全部说到有好和不好 弊子的比喻 主人杀了那些墨子 但是人家就杀了弊子 到审判的时候 就将那些弊子分开 就放在火里面 那些墨子就收到仓里面 全部的比喻 和耶路所说的 都是说到审判的时候 是将跟从神 和不跟从神的人分开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说到审判的时候 是按照行为 但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 是完全是本乎因直觉信 但是真信耶稣就一定有行为的表现 这个行为不是我们得救的方法 也不是我们配得的 包括神是乐意给我们 是祂白白给我们 但是圣经说到我否认 审判全部是按照行为 就没有一处经文说 因为你信我 所以你上了天堂 所以我就不会用传福音方法 就是说你将来上天堂的时候 那天使问你 你为什么可以上天堂 因为我信耶稣 我们都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信耶稣 然后我就跟从耶稣 我爱耶稣 我的表现显出 我真的有信心 很清楚我不是靠行为得救 而只是说 圣经真是说 真信耶稣的人 是将来我们的行为 证明我们是有信心的 我们审判的时候是按照行为 你找不到的经文是说到按照信心的 但是不是出于压力 而是说 神这么喜悦 我就乐意是奉 因为神是可以享受的 他的压是容易 他淡是轻散 我们就可以享受他了 是奉都可以享受的 我和我起初是奉的时候 有很大的分泌 有时候有很大的压力 我以前 但我现在是奉 我是很有轻松的感觉的 我都希望大家会享受神 享受是奉神 也有一天我们所有做的都要显露出来 都要表明出来 都要交着 我们就忠心做神 吩咐我们做的事 而做的事应该跟大事命有关的 好了 这里讲到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是美善的 首先神是圣结的 他会测验人的行为 他无条件赦免基督徒的罪 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无条件赦免的 是永远的 神叫人灾纵和宵观有果效 其实有果效不是因为我们 圣灵会做工 我们只是讲 跟着圣灵做工 他就会有果效了 人在很多的事所中心 神都想赐的 不过我们都追求更多的事 神会用火试验 我们所有做的都要试验 所以我们 祈祷的时候留意自己的心态 试试用一个信心 耶稣帮我的 多谢耶稣哈利多人 就是喜乐的心态 不是一个烦恼的心态 侍奉的时候也耐心 就算他不听话不要紧要 继续努力 不要烦恼 不要激气 不要骂人 在侍奉的时候不要骂人 主要受乐 人做在弟兄身上 你做在一个小弟兄身上 神都受乐了 神是会 受乐你对人的祝福 而祂会纪念 又会想志 而神预备的国 是极之美好的 神的审判是严厉的 即是圣经又说到严厉 他的恩典是极之美好的 我们就珍惜神的恩典 不要落在神的严厉审判 因为那些没有侍奉的 是可以面对神的严厉审判 不过 神的恩典是大的 那人是有信心 他可以得救 但我们不要做那些僅僅得救 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我希望大家做一个 因为你侍奉神 神一定起业的 我们转转的祈祷 可以大家站起来 多谢你爱我们 我们从这些经文看到 我们得救是本福恩 直着信 但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必然有果子 亦是神所起 神所纪念 无论我们做了一个 多小的主的弟兄身上 你都纪念 即是说 神你看到每一个小弟兄 求你帮助我们 珍惜我们任何的机会 去宣扬神的恩典 去建立人的灵命 我们认识人 我们都帮他们更加爱主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看到圣经的话语 非常之丰富 求你主帮助我们 有一个渴慕神的话语 的心 多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门 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发挥生命 给神用 是最开心的 你想有这个事奉的生命 你跟我联络 我是会帮助你的 即是你跟我沟通 我一定会帮助你 请你念山寺 我一定会帮助你 我可以帮助你 我一定会帮助你 我有一点 你会帮助你 我跟神兵 你愿 прод дос了 你不过来